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的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讲一下 一个民调的结果之后 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现在青少年 甚至乎学生哥那方面 大学生 他们对于未来香港的前途 和对于他们自己自身的前途 和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个所谓香港的将来 他们的打算究竟是怎样呢 哇 看到有个研究报告出了 应该是调查报告会正确一点的 先调查 然后再去探讨当中的数据 带出了什么问题 哇 数据和结果都令我相当震惊 当然每一个人看这个数字 可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 聊聊聊聊 这个民调就是由国际狮子总会 中港澳303区 委托了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主题就是说 香港青年对未来的看法进行这个民调 结果后来终于出了 访问那个年龄层是怎样呢 就是15至30岁的香港居民 结果得出什么呢 原来呢 多达57.5%的受访者 他想着叫做愿意离开香港 前往中国以外的地方发展的 即是什么所谓的 他们说 会不会将来想着去大湾区 还是怎样呢 就是说不会了 即是一定是香港以外的地方 例如什么英国也好 可能什么日本 欧美也好 怎么也好 对比起2018年的调查结果 是大幅增加了超过一成的 再说回 整个调查里面有6.5%的受访者 是认为在大湾区的工作和留在香港都叫做没什么分别的 也都即是代表他们愿意去大湾区的工作 所以这个报告里面来说 反映到本港青少年 对于前往大湾区的发展意欲 只是一半 有机会我都想跟大家可以谈谈谈谈 我见到那些朋友在大湾区 甚至在前海的发展究竟是怎样 可以说一点 如果真的香港的青年人 或者香港的朋友 还是怎样都好 再滞后了多5年 甚至到6年 才想着去大湾区发展的话 我想到时真的更加难有个机会 我见到一些朋友 其实可能6年前 8年前左右 已经去大湾区 前海那方面发展 那时候已经是叫做 竞争都叫做大的了 那现在他站稳了一阵脚的话 如果这些人可能说 意欲还要比较低一些 还说一定要想着是大湾区以外 就是香港大湾区以外的地方去谋生的话 所以我见到这个数字 我觉得是挺惊讶的 那对于一些叫做调查和受访者 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的乐观程度 原来他们都是很低的 比较上偏低 如果他们可能10分是缓分的话 他们是5分都不到的 对于香港社会未来的平均分更低 就是他们觉得10分缓分的话 他们大概只有3分或以下 另外有近两成半受访的大学生认为 毕业之后多数和一定没有机会 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 也都反映到大学生对于工作前景 是相当悲观的 那问到了影响他们自身 叫做未来生活三大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呢 最多的受访者是认为 学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生活的因素 第二就是这个叫做投资理财能力 那第三就是说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究竟够不够呢 那显示到即使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还是看重的一个就是自己自身的学历 看到以上的几点综合出来 你会觉得其实他们都挺尴尬的 即使又想有好的学历 但是又怕自己出来做事 做不回自己读书的本业 这样看到呢 不好意思啊 我听到有点拗头 那么多东西是担忧的 为什么他们觉得在香港或者大湾区就要担忧 去到外国就不用忧呢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很多都说就算去到外国 做不回自己的老本行 做送外卖 做超市收货 做麦当劳也好 但是他们在香港又会很担心自己做不回自己的本业 我就是觉得奇怪了 整件事为什么这么离奇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觉得外国是一个天堂呢 就算做不回本业 都没所谓啦 人工高收入好福利好 有自己的生活 那些是吧 其实呢 我们 其实呢 如果听得多方向编辑部 就算听回社长啊 以德台仰啊 家产生啊 那几位呢 都要很拼命 做回自己的本行也可以 或者做 有时做不回 有时做得回也好 也好 都要很努力去 在社会上面拼搏才可以的 究竟是不是work life balance 这些 很老实 是的 你有时看到是真的可以去 享受一下生活 走海滩也好 但是呢 做到趴在那里的一面呢 只不过没有给你看到 这个原因而已 很多人不明白这件事啊 就是用这种旅行的心态 去看外国的生活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很 很不应该的看法 还有啦 那些学生 不太明白一件事呢 喂 有时现实呢 你是要低头的 真是未必做得回本业 他们对这个社会呢 不是很了解 而且对这个社会的幻想太多 例如这样 你在学校可能读哲学 或者读工商管理 你究竟出来做的事 是不是一样呢 有些人可能读法律呢 他到最后呢 都没有做法律的行业 去做可能教英文 那些都有的 就是他们某程度上 又好像很传统那样看呢 哦 我读了那样东西 一定要做回那一行 那你读音乐 那你一定要教音乐 会不会做了第二样呢 这个不会有百分之一百的 也都不需要太担忧 还有啦 如果他们有一部分呢 是对于有什么 要光时啊 又说要 在学校搞什么抗争 这样那样 那样 那其实他们 究竟着不着重他们的学业呢 现在看到呢 有一部分的 有儿子 他们要去 面对受审的时候 那些黑青啊 黑暴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他们忽然间呢 又会说 哎呀 我很想快点 回去考试啊 考DSE啊 又说这样 现在来到审讯呢 我去不了考DSE 有份卷 我考不了 死了 我没了前途啊 突然间又那么 那么想读书呢 那究竟你们 究竟是怎样的呢 又将那个理工啊 又说他们 如何如何啊 又又说什么 做什么出习机 出入习机啊 没有自由进去的问题啊 那当然啦 我们不是说 整间理工大学的 学生都有这个问题啦 有一小部分 但是他们都是要这样的 那为什么 你们不能够叫做团结 做一个好一点的学习的氛围呢 那么就见到一点 都挺有趣的 挺想和大家分享的哦 那整个报告呢 其实都很长的 就说 最后可以说 得出了一种发现呢 就是年轻人 比较关注呢 一些切身问题 就是大学学位的那个数量啦 求职的那个情况啦 和那个薪金啦 对于香港年轻人来说呢 原来房屋呢 并非是最重要的哦 不知道他们是否因为觉得 只要存到那个首期啊 都已经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什么成功靠附贯 什么买楼靠附贯 这些很多这样的故事啦 变相呢 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们最着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人工 和那个假期 啊 我觉得这么有趣的 喂 就是呢 你一入行呢 你就要跟我说 喂 我要有多少钱才做的 多少多少钱 可以 还有呢 很紧要的 放假 啊 放这么少 一年没14天 大家哪里可以的 七天 有没有搞错啊 可能还要 喂 喂 我放了工的啦 还WhatsApp我 啊 我有假期的嘛 我在休息的嘛 哇 就是呢 有时 未出来做过事情 或者一定是 接触社会不久呢 真的会有这些看法的哦 我们做得来呢 在社会里 滚滚滚滚的久呢 就明白一件事的了 有时你真的要咬成牙关 什么假期 啊 你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放 社长都 虎笑大哥 社长这个 你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放假 哈哈 社长就拍桌子 是啊 一定拍的 那就是说真的 有很多时候 为什麽要 after hours 找一些同事啊 嗯 喂 你自己做事的时候 搞了一些锅足出来 不call你搞回店 那对不对 就是有些人说他自己在放假 或者他在休息 锅是你搞出来的 要其他同事帮你揹 很多情况是这样的 才要call你 周末的时候 如果 那件事不是你搞出来 老板call你 我觉得 老板就不着 但是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那些老板 就是after hours 工作 做放工后的时间 call你 或者将一些东西交代 就是你有些东西 工作的时间搞不定 才会这样做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两体的 我觉得 就是他们只看到 老板多不着 自己呢 自身有没有问题啊 所以那种感觉 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了 你会觉得很练正学难 喂 你都不愿意付出 很老实 就是你刚刚入行的话 或者刚刚出来社会做事 吃虧一些是正常的 因为你那个经验不够呢 你是真的有很多不足之处 或者被人做出来的效果 是没有那么好的 你说 很多时候 那些年轻人的心态 就是想要回 真是叫做 许冠杰那首歌 半斤八两啊 但是 你想想 许冠杰那首歌 当时候 都已经有那句歌词 哪里有半斤八两 那么理想啊 他后来还要加一句 什么 吹象啊 真是被你吹象 哈哈哈 有些人那种态度 很令人反感的 就是 不是针对年轻人 就是我自己都做过年轻人 但是 现在社会上吹着那些风呢 就是叫你不断指责其他人 不是在自身上面找一个答案 就先指责了人 自身有没有问题啊 就是其实 现在最大事就是 很多那些 就是说自己是什么色 什么色的那些人呢 都是这样的 总之就是先骂了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做的那些政策 你有没有配合先 第一样东西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配合的 跟着之后 买了东西 就不断骂特区政府 那有什么 那对不对 特区政府什么时候 开始叫人打疫苗的 现在都没打齐两针 那些究竟是什么人来的 就是我们这里就说 普通人要等到7月才可以打 如果有得打 都是应该尽快去打先的 你保护自己 保护身边的人 是不是 现在疫情有反射反弹了 向上射一射 可能 我不是说绝对会 不过我觉得是会的 就是现在看回香港的情况 因为那些防疫措施放宽得太快了 又是 就是商界叫他们这样做 那你们有没有商界的人 有没有叫自己的员工打疫苗 有没有叫一班人 叫老板 跟着带一大堆人去打疫苗 有没有这样做 反而倒转了 就是说 那些老板 逼员工打 有没有搞错 还有一个社会的氛围就是说 好像每个人都好像被社会和政府 亏欠了你的 每一样东西都用这个角度去看 刚才社长所说 那些不同颜色的人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他们除了说 政府怎样有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看 社会有没有整体去配合这件事 如果没有整体配合这件事 你不能完全怪政府 政府不能够真的监你去做 或者逼你去做这件事 逼你去做又说不行 当然当然不会这样做 一个民主自由 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说 但是呢 你不可以将 你这样就不可以将整个责民都推到政府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社会有这个氛围的话 到最后我们结尾商说回 变商都令到 就是很多青少年看到这些标题党的东西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他们就会以为社会真的这么不堪 宁愿说 不要留在香港了 我移民好过了 去到第二个地方 再算做不到本业 什么自由空气 或者外卖仔 或者这些东西也好过在香港 大湾区就是不适宜发展的 不要过去 很多媒体都是这样 可能TVB做一些节目 可能讲大湾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 工作环境是怎样 哇假的 全部怎么验人 哄你回去的 所以我们遲些 等我再和那些朋友 谈多一些 拿多一些 他们的 案子究竟是怎样 才再做一些节目 和大家分享 好吗 不如今次 我们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希望 年轻人 明白一件事 千万不要认真学难 抵得想些些 有时候我都听回 想起真BC 就算她的学历这么高 她当初入社会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她很多东西都叫抵得想 甚至乎不怕厌恶 都要照去做 照去尝试 我们很好应该 年轻人应该学一下这种精神 好吗 有机会再请真BC现身说法 暂时到这里 不方便爆她这么多东西 拜拜 拜拜